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顿满师父慈悲 尊敬的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大家请翻开太上感应篇会编 第八十一页 第三行 我们从第三行开始 读其 那么第三行的经文呢 还是讲 又有三台北斗神军 在人头上 路人罪恶 夺其计算 那么这个公案 讲的是唐朝的大臣 娄施德的公案 唐楼施德 高宗朝 熏龙丑 一日晨起 一日晨起 呼见新官未约 入层误杀二命 罪当夺计 星光将尽你 其日随计成婚 应告人约 我一生谨慎 我一生谨慎 只因勿杀二命 今遂早死一记儿 未及果足 张拱臣 张拱臣曰 楼公 素称 明术 为唐 众臣 尚 不免于 夺计 况 常人 造恶 多端乎 可不 甚灾 那么 这里讲的是 唐朝的大臣 娄施德 娄施德 是唐高中 时代很有名的一位重臣 他的功勋很盛大 疾受皇帝的宠信 那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忽然看见新官告诉他说 你曾误杀两条人命 这个罪过会减受十二年 十二年就是一记 你的星光就快熄灭了 那当天 娄施德就随即神识 开始昏沉 就告诉他人说 我一生行事谨慎 只因误杀两条人命 现在就得提早十二年死亡 没过多久 果然就去世了 张拱臣先生就评论到 娄施德 一生为人 以英明宽肃著称 是唐朝的一位重要的大臣 尚且不能免除被夺记的处罚 更何况一般人 不知道造了多少恶业 看到娄先生的例子 怎么能够不小心谨慎呢 所以我们从这个公案当中呢 也是感触颇多 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 无名业力都很强大 自己呢 做义工在道场当中 很多时候犯错不知道 都是比较冤枉的犯错 但是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 犯下的过错就不被阴过 所以还是要被阴过 所以阴光大师一直教我们 佛法的利益 要从成敬当中去求 唯有真诚恭敬 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所以大家呢 做一工一天 就要小心谨慎的 用成敬心 去从早上到晚上 去护持一天 那如果有违犯的话 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 无论是自己知道 还是不知道 都要真诚地忏悔 那尤其是有的时候 我们身边都有善友 来告诉我们 可是呢 因为我们自己比较傲慢 自以为是 常常不以为然 所以呢 经常是错上加错 所以大家平时啊 尽量用谦卑心 来为人处事 别人告诉的 不论自己呢 是饭还是没饭 都要小心谨慎地 去思维 认真的改过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减少我们的过错 那生命对于我们 还是很可贵 如果经常被夺计夺算 我们的寿命减短 我们的修行的时间 也就会缩短 极乐世界最美好的地方 就在于它是无量寿 你的寿命呢 是无限的 是有限当中的无限 我们听师父讲经也好 听师父上人讲经也好 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修行 不受这个生命有限的 这样的障碍 那就一路成佛 可是在搜佛世界呢 就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人生七十古来兮 活到七十多呀 都算是比较寿命长的 而四五十岁 二三十岁就寿命终止的 也是不少见 所以我们还没有修道 那生命就没有了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多行善事广及应得 自己的寿命呢 能够在冥冥之中延长 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就为我们的修行 提供了很好的增上缘 就像我们师父上人都讲 他早年其实四十五岁的时候 寿命就到了 那老人家也是闭关 一个月念佛 又留下来 那至今呢 已经九十高龄 老人家说 如果四十五岁走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殊胜的 往生的这个果报 那如果现在 当然境界就不可同日而遇 像《无量寿经》上也讲 我们在这个缩婆世界 休一天 超越极乐世界多少年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 它苦 逆境多 丈缘呢 也多 所以对我们的挑战呢 当然就更多 那就可以呢 提升得很快 提升得很大 所以大家要珍惜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经句 下一段经句 又有三师神 在人身中 每到更生日 折上一天朝 言人罪过 那么这里讲的是说 又有三师神 在人的身体内 每当到了更生日 这一天就会上网天庭 巨石奏报 我们的罪过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他的分析 此一节 言人之一心 鸡威蒙动 皆有鬼神 见茶也 上师轻姑 名捧俱 居人首 令人多思欲 眼昏发落 忠诗白姑 鸣彭志 居人长 令人适时多望 好作恶事 下师雪姑 鸣彭敲 居人足 令人单色喜沙 织杖咬动 三师 历人素死 急出作鬼 享受雪时 故于更生日 成人碎魅 于身中凄破 上亿天草 言人罪过 所谓心口抑郁 鬼闻人生者 三师起罪业 那么我们的身体呢 确实就是一个小宇宙 除了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神识 还有很多神灵 也是在这个身体之内存在的 不仅是三师神 像佛在经典里讲 我们女性 她的婴护当中 就有八万四千重 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活的 都是一个生命体 那么这个本节呢 就是在说明人的这颗心 在我们念头稍微一动的时候 就有鬼神在建场 心念一动 立即鬼神呢 就开始给你做记录 是善还是恶 那上师神叫清姑 她的名字叫彭聚 她是住在我们的人的头部 在人的这个头部里住着 那么她呢 能够令人多思欲 眼睛昏花 头发掉落 中师神叫白姑 是彭职 住在人的胃藏之内 令人喜好饮食而善望 而且欢喜做坏事 所以有很多人 我们义工同学又忏悔 说特别贪吃 昨天我看我们有修学报告 就有小朋友舍了这个飞食时 下午就吃东西 为什么喜欢吃呢 可能中师神白姑 他就彭职 在你体内就要做主 你的神识呢 自己的本性呢 就没有办法抗拒他 所以你就很想吃 而且呢 善望 喜欢做坏事 下师神雪姑 叫彭敲 住在人的足底 就逐步 叫这里 令人沉迷于酒色 喜欢杀生 所以有的人 淫欲心比较大 就是因为 这个彭交 这三师神的彭交神 他呢 比较强烈 是肢体 丈夫 不得安宁 三师神都希望 这个人快点死亡 他呢 才能够出去做鬼 享受血腥的食物 所以每每到了更生日 趁着人熟睡的时候 他和身中的七魄 一起呢 就上天庭 述说这个人的罪过 人们在心口异语 所发出的声音 在所有的鬼神当中 三师神听的是最清楚的 因为他就在我们体内 你心里一动念 怎么想 他最清楚 那当然呢 我们如果是念佛 他跟着也会念佛 那你成佛呢 他也会跟着你成佛 所以 这个道家呢 也给我们揭示了这种人体宇宙的奥妙 这些呢 并不是神话 也不是道听途说 是真实不虚的 辱世道本来就是一家 那么佛在经典里 其实也都有很详细的叙述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接下来我们看 三师 令人不知 金人不知 简身客己 清心寡欲 而图斥 道家守耕 去身之法 为断绝三师入告之路 世逐自欺而 一知念律苟端 鬼神自当退避 三师亦何足患哉 成子消失曰 不守更深更不宜 此心长语道相依 地天已自知行止 任耳三朋说是非 那么这段文的白话注解呢 是说 现在的人不知道 检点自己的身心 使自己保持清心寡欲 只是徒劳地 依靠道家 守更去身的方法 作为断绝三师神 上到天庭告状的这条路 那么 这里讲的 守更深呢 是道教认为 在更生日这一天 应该通宵 静坐不眠 清静地持灾 修持 那就可以避免三师人 作祟 安定自己的魂魄 所以呢 守住他不去告状 那么这里呢 就说不应该用这种方法 我们平时呢 就要检点自己的身心 所以儒家呢 都有讲啊 在礼记里有讲 欲不可纵 傲不可掌 智不可满 人在生活当中 如果欲望太多 自己没有办法 控制住自己欲望的烦恼 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 所以为欲走使 因为欲望的驱逐奔波 那就很苦恼 反过来 如果自己呢 放下这些欲望 能够守持住自己的身心 像我们在道场当中 过的是持戒念佛的 这样的修行人的日子 能够好好的持八观灾戒 持五戒 持菩萨戒 那身心呢 自然的就安定 就清静 那三师神呢 他也不会作怪 他都会老老实实的 跟着你一起修行 那么保持自己的心清静 欲望呢 自然就减少 人的欲望减少 烦恼呢 也就少了很多 所有的烦恼 都跟我们的欲望是相应的 欲望越多 烦恼越多 那么我们来到这里的同学 很多都放下了物质的欲望 大家也不贪财 也不贪名 也不贪一些物质上的享受 住的都很辛苦 吃的呢 也不是说太丰盛 就是简单的两餐饭 但是呢 有没有欲望呢 还是有 我们可能有控制别人的欲望 有这种贪法的欲望 也有对自己的淫于心 没有办法控制的欲望 财色 明实碎 财放下了 但是呢 这个色 实 还有碎 都很难放 无始绝来 自己都是和他们相依为伴 所以呢 在这过程当中 最难的是自己跟自己做战争 所以人最大的成就 不是说你把别人征服了 是把自己能够征服了 我们生生世世 如果能够把自己 能够克服住自己的私欲 在不断地 能够挑战自我的过程当中 去成就自己的境界 你就一定能够成佛 但很多人呢 就没有办法 被境界所转 所以今天 进于在备课的时候 就翻到索达基刊部 他讲的一段开示 是在入菩萨行论当中 所开示的 我特别感动 看了好几遍 他说人最大程度的 精进的去利益他人 就是最大程度的 在利益自己 因为所有的菩萨行 都是在利益他人的过程当中 去成就自己的 而菩萨为什么能做到 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他具备两种 两种这个性能 他能够降服所有的魔绕 第一个呢 他具有空性的智慧 学会观空 就像我们这次 丁红师傅讲的 123集的 无量寿经报恩谈 那整个的过程当中 都贯穿了 教我们怎么学会观空 所谓观法如画 四个字 在生活当中 怎么去运用 因为你不具备空性的智慧呢 在跟众生打交道的时候 就很容易执着 很容易发生很多碰撞 自己没有办法放下 第二个呢 菩萨具备的是这种大悲心 不舍众生 能够念念呢 灵敏众生的苦 能够念念呢 去想着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所以在这两种空性和这种悲悯心的 具足的情况下 菩萨能够深入红尘 在这种滚滚红尘当中呢 跟所有的众生 能够合光同处 能够不断地磨砺自己 所以呢 大家呢 在这里呢 都要修 那还不是菩萨的呢 我们就争取 把自己变成小菩萨 小菩萨变成中菩萨 中菩萨呢 在提升 成为大菩萨 那么每一个在这个菩萨道上行走的同学 都会获得诸佛护念 获得阿弥陀佛 微神本愿的加持 往生的时候 都作为我们往生的增丧的资量 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白做 那么呢 减点自己的身心 保持清心寡欲就很重要 那么后面呢 接着讲 如果是用这种手更去身的方法 其实呢 它都是在自我欺骗而已 要知道念头思虑若端正 鬼神遇到自然 他就会退避 哪里还怕什么三师神呢 确实 如果一个人正气巨竹的话 鬼神都会退避三尺 我们所有看到 在佛门当中经常会遇到附体的现象 我们在这个道场当中之前也见过 只要是有这种附体的现象 都是正气不够足 那么邪气就会侵染 那么自己呢 自己呢就没有办法 把握住自己 宋朝称子所做的萧诗说道 不守更深更不宜 此心常与道相依 不用守更深 也不必疑惑 让自己的心呢 念念和道相应 什么是道呢 我们做人要能够守五轮五常 要能够敦伦尽奋 闲邪纯诚 那么我们在佛门当中 要能够尊师重道 尊重佛门伦理 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如理如法的 持戒念佛的好的佛字 恭敬三宝 护持正法 那这些呢 都是和道相依的 那么地天以自知行之 地天呢 是指玉皇大帝 天庭的 道立天的这个最高统治者 他呢就已经知道 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操守 所以呢 不管这个三师神 到天庭里怎么说是非 怎么告状 都不管用的 所以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做 就像有的时候 我们同学很委屈 昨天就有一个 年轻义工很晚 到我房间 我在备课 他就跟我讲了很多 说 姐姐误解他了 他很生气 就辩解 我说本来是你对了 但如果呢 你辩解 乃至于生起这种称恨心 你对了都错了 不去辩解 被诬陷就被诬陷 被误解就被误解 不管对于错 自己呢 能够把心安定下来 能够忍得住 别人往自己身上泼张水 而没有任何烦恼 这就是我们的修行 不能稍微的 不如自己的意 就暴跳如雷 一定要解释 一定要争辩 一定要证明 自己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我们学问再好 自己的能力再强 如果每天呢 都是以这种辩论的心 以这种争执的心 跟人相处 别说连做人的 基本的教养都没有 那更谈不到 佛门当中的羞耻 你看我们在很多 佛门当中的高层传中 都看到 有的一位老和尚 百年旭云里 也讲过类似的案例 旭云老和尚 人家把这个孩子 拿过来 就说是这个 老和尚 跟他生的 就扔在寺院里 不管了 那所有的 佛门内外的人 都嘲笑老和尚 老和尚 二话不说 也不辩论 认认真真的 平平静静的 把孩子养大 养大之后呢 这个女人就 很惭愧 很羞愧 主动的认错 又把自己的孩子领走 那更何况 我们这两年 听师父上人讲经 提到 海鲜老和尚 海鲜老和尚 面对这个电弓 这个 跟自己发生争执 那么打了一个耳光 打了海鲜老和尚 一个耳光 海鲜老和尚 没有说任何话 那就 恒顺终生 把这个电费 多的电费 我也给你 不再做辩解 不再一定要争论说 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因为真正的对错 自有人心 公道自有人心 不必去争 争到最后呢 对的都会变成错的 我们前一段 也有一个 年轻的小义工 他过来跟我讲 他说 老师前一段呢 有一个姐姐做义工 但是因为他身体 条件不好 他是严重的假抗 来做义工的时候呢 没有说明 来到我们到场之后 身体就受不了 所以呢 就出现了很大的身体反应 我们就马上呢 联系医院 先去医院看 然后准备给他送回家 因为他身体不好 所以情绪就很暴躁 就跟我们这个小义工 发生争执 其实新来的义工啊 比我们这小义工 大十几岁不止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是这个新来义工 都已经离开 我们这小义工 过来看我 说别的事情 顺便跟我讲的 托老师 当时呢 他跟我发生争执 我没有跟他辩 我听你的话 我就让他说了 然后呢 这个姐姐过两天也走了 我特别高兴 我说你做得很好 就应该这样 虽然你年纪比他小 但是呢 你能够依老师的教诲 依佛附则的教诲 去做人做事 这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是一个如理如法 修行的佛弟子 那他呢 身体有病 我们不能跟一个病人计较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呢 都尽量的 自己把自己的 所有的情绪控制好 先做好一个 控制自己情绪的 这样的一个管理者 然后不要随便的发泄 尤其是在道场当中 别说我们 扔一个盆 摔一个门 哪怕甩一个脸色 可能都会引起 很多的障碍和是非 所以这些呢 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看 三师者 即人身中之魂破也 人有三魂 一曰爽灵 二曰胎光 三曰幽精 常人忽念其名 则魂安身宁 那么这里说的是 所谓三师 是指人身中的三魂七魄 人有三魂 一个叫爽灵 一个叫胎光 第三个呢 叫幽精 人在平常 如果呼叫他们的名号 会使灵魂安定 身体宁静 有道德经 柱云 魂者 气之神 有清 有浊 口鼻之所以 呼吸者 呼为阳神 息为阴躯也 破者 精之神 有虚 有实 耳目之所以 视听者 视为阳明 听为阴灵也 阳神 日破 阳神 日魂 阴神 月魄 故 至人 以魂 运魄 众人 以魄 射魂 那么这是在 道家的经典 道德经理的注释当中说 所谓魂呢 就是指我们 气的原神 我们整个的身体 是由精气神 组成的 那么去了哪一样 都不行 那么气的原神呢 就叫魂 其中它有清 有浊 我们口鼻 能够呼吸 就是靠阳气 伸张的呼 和阴气 驱缩的吸 两者的作用 来完成的 所谓破 就是精的原神 其中也是有虚 有识 而耳目 所以能看 能听 是因有阳明的作用 而能看 有阴灵的作用 而能听 阳神就是日魂 阴神就是月魄 所以圣人 是以日魂 来运转月魄 但一般众人 则以月魄 来控制日魂 讲我们身体的 这里的魂魄的组成 道家的这些知识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 那么这里讲的是三魄 白天是寄居在眼睛 七魂呢 晚上是浅尝在肝脏 所以白天呢 自己的眼睛呢 就很重要 你是看佛像 还是看色情图片 你是看好样子 还是看坏样子 你是看佛的经典 还是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 那么就会影响到 你这个魂 收的是肮脏的 还是清净的 是向上提升的 还是向下堕落的 所以古人一直讲 非礼物事 眼睛呢 是心灵的窗户 一个人的修行 越清静 修行的境界越高 你看他的眼睛呢 就非常的清亮 非常清 非常亮 很亮的 而你看这些 经常打麻将 经常喝酒 经常去夜总会 经常做这些恶事的人 他那个眼睛就是很污浊的 就看着都迷迷茫茫 所以自己呢 要把握住 我们怎么做 自己都能够做住 不是不能做住 关键看自己的取着 欺迫呢 晚上浅长在肝脏 所以肝脏休息的时间 是晚上十点 到凌晨十二点 这段时间 都是肝脏进行调息的 如果经常过夜生活 或者晚上不休息 你的肝脏就会受损 所以佛制定 我们的休息时间 都是十点钟 就要安担 那么佛制一般是两点钟 起床 但是我们现代人呢 没有办法达到 像我们这里呢 都要提前 晚上我们是九点半 那早上呢 是四点半 都要多出两个小时 来给我们休息 因为现代人的体质 要比古人差很多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 每天正常的作息 有很好的生活规律 自己呢 每天都以正的精气神 来提醒自己 来一言一行 你的身体就会很好 不会早早地满头白发 也不会早早地 这个做一点事情 就腰酸体罚 以前呢 我就见过一个年轻人 因为淫欲过度 所以呢 很小的年纪 二十多岁 你给他倒碗面 他在我面前 拿的这碗面 吃面的时候 都拿不动 手都是抖的 我当时看到他 我心里特别难过 因为现代社会 不只是他一个这样 整个普遍呢 这个色情啊 淫欲啊 女孩子堕胎 现象特别严重 那么这些呢 都是导致我们的 精气神亏损的 如果一个人长期的 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 他的身体就被掏空了 整个这个骨架子就废掉了 所以他就没有力气 做任何事情 我们想连端碗面 手都会抖 那怎么还有力气去拜佛 怎么还有精气神 去听经修行 这些都做不到 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 如果能够不被 贡业所染 我们现在的这个 修行环境就特别好 虽然好像艰苦一点 地方小一点 但是在这里呢 依靠持戒念佛的僧团 大家依重靠重 善有为一 每天听经文法不断 每天佛事 利益众生的法会不停 每天大家都努力的 出坡劳作 就没有其他的这个 体力和余力 去做不好的事情 大部分的手机 我们都要求上交 也没有电视 也没有娱乐活动 看着好像很枯燥 但是如果能够慢慢 适应这种枯燥 一点点的在这里 体会修行的法系 和听经文法的 这种增上的利益 自己就会越来越欢喜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所以呢 他这个三经啊 所以眼睛不看东西的时候 魂呢是常在肝脏 它不散失的 这里不看东西 是指不看这些不好的东西 那么耳朵 如果不听不好的声音的时候 你的精气就会守在肾 而不移失 舌头不乱动的时候 神就会聚于在心内而不乱 鼻子不闻不好的味道 魂就会脸于肺而不喧 那么这样整个身体 它就是收的 那么当你都收起来的时候 精气神也是收的 你整个的这个心力 都是专注的 也是收的 人就很容易得定 他做任何事情的专注度 就很高 那么智慧就特别容易开现 所以你要是了解 像他们禅中 像南怀杰老先生 他提到 人开悟都是那个元气 及巨竹 他那个阳经 阴经一点不漏失的时候 当他达到一点 完全专注在一点上 这人就很容易明心见心 而我们经常漏失 经常是往外散谢 就很难能够开悟 那么我们不求开悟 我们念佛哪怕是一心不乱 或者是功夫成片 就最简单的成片的功夫 都需要把我们的精气神给收住 收在这一句佛号上不乱 那么眼睛呢 专看佛像 那么没有佛像 看每一个人也都是佛像 那么嘴里呢 专念佛号 心里呢 专意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经常训练自己 身口意这样的收舍 训练久了之后 你的精气神就慢慢就聚足了 聚足之后 智慧就很容易开闲 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 四者无漏 则精水神火 浑木破金 皆聚于意图之中 为之和和似家 寒眼光 宁耳韵 调鼻息 坚舌气 四大不动 使金木水火土 聚会于中宫 为之 传促五行 那么这四者 只要不往外 流失 那么在五行当中 属水的精 属火的神 属木的魂 还有属金的魄 都会聚集到中土 这个心上 心是属土 就是金木水火土 这五行 就会聚集到一起 那么这种现象呢 就叫做和和四家 寒藏眼光而不露 聚集耳神而不散 调和鼻息而均匀 封闭舌气而不失 使金木随火土 武器都能聚会 在中宫 这叫做传促五行 那么道家的修行方法 是非常利于养生的 我们讲儒家 教我们学做人 道家呢 能做我们养生 确实是如此 那么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如果懂得这些简单的道理 都会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得很好 我们过一段时间 一公就要体检 那么看看体检报告 我们状况是什么样子 肝啊 脾啊 肺啊 胃啊 身体各个功能 是不是都是健康的 健康的呢 就说明我们是正常的 整个这个人的气场 就是和谐的 像他们前一段 拿这个腊木籽 给我拿过来 我不知道他干什么用 后来这个大疗的同学跟我讲 我说老师 他扒开那个籽尝一下 如果你觉得 辣 苦 麻 色 这些呢 就表明你身体都不好 然后呢 如果甜呢 感觉很甜 身体就很健康 我就试验了一下 扒了一个字 尝了一下 我尝试很甜的 特别甜 像那个很甜的甜糖一样 但是有很多同学呢 尝了他都会有酸麻 说明我们的身体呢 是不调血的 那都需要去调血 调血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内敛 你看在这个古代 穿衣 打扮 女性都是要求寒长的 因为女性属阴 她不像男性属阳 阴是要长的 如果像现代的女孩子 你穿的经常穿 坦胸 漏背的 这些外露的 你的所有的精气神都外泄 整个身体都是不好的 年轻的时候 好像风光那么几年 可能都不用年老 很快寿命就会截止 我们看很多这个影星 尤其是一些艳星 女星 她的生命都不长 没有活八九十岁的 早早就都去世了 就是因为她这些都不懂得 守这种天道运行的道理 我们我前一段 我记得是前年 看这个宋美玲传 宋美玲是很长寿 九十多高寿走的 那么宋十三姐妹 是因为她的家教就特别好 你看她的母亲 教导这三个女儿 一生都是穿旗袍呢 都不是这种穿这些 很外露的这些衣服 是典型的中国妇女的这种装饰 一生她都不烫头的 都是中式的盘发 所以呢 就是你看她就把这个女德 都收得很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修行当中 自己呢 都是慢慢地去体会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你都能够在这里 学到很多东西 接下来我们往下读 盖阴魂 盖阴魄有精 阴精有魂 阴魂有神 阴神有义 阴意有魄 无者运行不已 所以我之伪心 流转造化 几亿万岁 未有穷极 是以圣人 于万物之来 不对之以心 而对之以性 性者 心未蒙也 无心则无义 无义则无魂 树不受生死 轮回 蜥蜴 那么 这里呢 讲的是在凡人来说 大概呢 是由破 而生精 由精 而生魂 由魂 而生神 精气神 就是这样 产生的 那么 那么由神 而生意 由意 而生破 无者 就一直这样 运行不息 也因此 才产生人 虚伪的妄念 在 无量节的 轮回当中 流转不已 经过了 几千亿万年 至今 还是没完 没了 所以 圣人 对外来 万物 都不起心 动念 而只以 不动的 本性 来面对 这是告诉我们 真心 和忘心的道理 那么 真忘 本来就是不二的 它不是两个 是一个 是我们迷了 那真心呢 就变成了忘心 你一觉悟的话 所有的 都是真心 本性 所以佛法 没有别的 就是教我们 能够破迷 开悟 能够转凡 成圣 能够不断地 在这里头 去发现 本来的那个我 就像 佛讲的 若人时的心 大地无寸土 我们的真心 是什么样子的呢 慧能大师 那五句话 就讲的 最圆满 最究竟 那真心 是具足一切的 是如如不动的 是能生万法的 是清静的 是本定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 每一天 都是在妄念当中生活 如果大家都知道 是妄念 都知道 是一切都是妄念 产生的梦 梦境 你就不会生烦恼了 就像 我们有的同学 今天生气 明天就不生气了 今天两个人吵架 明天又好 今天说不干 明天又说干了 以前呢 同学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都会生烦恼 现在就不会了 我还会劝别人 因为那是假的 他的都是妄心妄念 走也好 不走也好 生气也好 欢喜也好 其实呢 没有什么两样 是一样的 我记得以前 跟师父上人 有一次聊天 老人家就开示 说做善和作恶 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在 六道轮回里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过一段时间呢 再倒一个个 上面的下来了 下面的又上去了 因为他的福 消完了 他该堕落了 就下来了 而下面的这个 罪呢 遭够了 就该降服了 他又上去了 所以六道轮回里 都一样 没有什么对错 没有什么善恶 那这是 我们看到 当一个人的心量 不一样 境界不一样 他能够站在全宇宙 站在一个 佛辐色的境界 看众生的时候 他就没有什么 不能包容的 也没有什么 不能放得下的 也没有什么 不能看得破的 都可以看破方向 所以你看蚂蚁 看蚂蚁 互相之间呢 看得都挺好 也都会生烦恼 那我们人 要是看小蚂蚁 就都不会跟他计较 就看这个角度 和高度不一样 所以生烦恼的时候 大家自己呢 要学会处理 我自己也常生烦恼 生烦恼的时候 自己找个地方 念会儿佛 念着念着呀 就觉得没有什么放不下 今天上午自己也是 突然无名烦恼 升起来 自己就跑到后山后面 去念佛 坐静静地坐在这个湖水边 听着那个湖水 一阵一阵地拍在这个案头 念着佛 念了一个小时 觉得根本就没有声 都是假的 何必去计较呢 何必去认真呢 一切都没有什么所谓的 都可以放得下 就一切就随缘就好了 所以大家呢 只要生烦恼 马上提起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一扫光 什么烦恼都能给它扫光 就怕我们忘失了这句佛号 这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的 宝中宝 你抓住之后 这一生决定能成就 就怕我们忘掉 所以生烦恼 不用害怕 最怕的呢 就是我们迷失 那么只要我们能够 常常地关照自己的本性 那么就能够 把这个烦恼 转为菩提 经常这么做 练习 我们的关照的功夫 就会提升很快 所以偶一大师的静盛明 教我们什么 持戒为本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净土为药 净土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最关键 不要忘失 然后就是净土为归 然后就是观心为药 最后呢 善有为依 那么 七言许真人曰 长行内观 浅去三师 骗除六贼 那气于丹田 定心于绝海 心定则神宁气柱 精气神合 三家相行 结成圣胎 清净经曰 夫人神好轻 而心扰之 人心好敬 而欲迁之 常能浅其欲 而心自敬 成其心 而神自清 自然六欲不生 三毒消灭 那么这里讲的是 道家的一位修行的高人 叫许真人 他说 要长相内 观照我们的自信 随时呢 去除三师神 对我们本性的干扰和破坏 也要去除六贼 对我们本性的戕害 六贼 大家知道 指的是六臣 就是我们的六根 接触外面六臣境界 所带来的干扰 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面对外面的色声香味 触法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保持如如不动 如果在这里面 发生了染污 就是等于这个六贼 就出现了 贼就偷走了我们的真如 本性的这种清静 所以当我们眼观色 耳听声 鼻闻香 舌肠胃 那么身与处 西与法相对应的时候 都要一一地给他归到 这一句佛号当中 无一不是阿弥陀佛 确实本来也是如此 当我们真正往生的时候 就知道了 我们自心确实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他不在外面 极乐世界也不在外面 都在我们的本心里 如果他在外面 我们怎么念都念不去 在我们自心里 自心里就有 那么 这里呢 就是讲 我们的心 要将我们的元气 长纳于丹田之中 丹田大家都知道 是在哪里 是在肚脐这个位置 而定心于觉悟的性态之中 只要心能安定 精神呢就会安宁 气息就会沉稳 而精气神 神合称一贯 三者相依并行 自然就能结成圣胎 所以我们每一天呢 都要给自己啊 哪怕是十分钟 静坐 安定的时间 让所有的浮躁 烦恼 都放下 静静地听这句佛号 把自己的身体放空 空掉 就没有身体 然后自己静静地 在这默念佛号 每天 这样的修 积少成多 十年如一日 就有功效 所以早上我们 打坐的时候 哪怕十分钟静坐呀 大家都不要浪费 不要这个 也不打坐 也不反腿 抱着膝盖 在这睡十分钟 这是不可以的 修行 关键就是日居月累 不要一日铺之 十日寒之 有佛期了 大家拼着命 不睡觉 一天十万 过了佛期呢 别说十万 十生都没有了 然后再等下一个佛期 修行不是这样的 所谓平常心就是道 每天都如是 年年如此 到我们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 自然而然就现前了 不是兴趣来了 一下子情绪高涨 十四五万 佛号 没有心情的时候 一生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佛门当中 那么强调定刻的重要性 定刻是先定我们的这个心 让心能够以这种持久的 恒久的耐心和毅力 使之不断地 跟阿弥陀佛 跟我们的信愿相应 不丢失 日日如此 月月如此 年年如此 直到我们生命终止 那么信愿的强大 就足以把我们送到极乐世界 定刻就是我们的信愿的体现 每天都不缺失 就是我们信愿的争强 今天三千佛号 明天一千 后天五百 那大后天忽然又一万 不可以这个样子 固定了就不变 变来变去的 只能说我们的心呢 太浮躁 心不定 定的那个心 它就不变 那么你至少有一样东西 是不变的 就是每天我对阿弥陀佛的承诺 每天我念佛的时候 对阿弥陀佛那种思念 都没有变过 我定下三万 就是三万 从始至终都不变 打死都不变 那么三万我做不到 三千 那我就一直是三千 三千都做不到 那我就一千 你给自己一个 课定的目标 然后始之不渝的 一路向前的 二十岁如是 三十岁四十岁 到你七十岁往生的时候 哪怕还是这三千佛号 你都可以往生 就怕呢 变来变去 每一个准 那就不行 那么清静经呢 就说 人生中的元神 喜欢清静 但妄念呢 却常常来咬动它 人心呢 是喜欢安静的 但我们的欲望 却常常牵引它 如果我们人 常能够去除欲望 内心就能够安静 能将杂乱的心 澄清 心神呢 也就能够清静 自然六欲心不生 三毒就会消灭 那这就是我们 佛门当中所讲的 那么常以戒定慧 来去除我们的贪嗔痴 只有持戒 修定 开智慧 才能够降服我们的 妄念和所有的欲望 如果一个人不持戒 就不能得定 不得定 就不能开显智慧 他一定是妄念纷飞 一定是心里浮躁 不安的 所以持戒的重要性 超过一切 那么持戒呢 我们三规五戒 都属于比较高端的 我们的修行 要重斥小小戒 根本戒 戒中之戒 弟子规开始 你弟子规做不到 感应篇做不到 食善业道经做不到 你说你三规五戒 能做到 是不可能的 你看三规五戒 看似简单 但是它实际上 包含的开遮吃饭 它的内容是无量无边的 三戒里头 三就是五戒里面 它是所有戒律的根本大戒 菩萨戒里面有五戒 八关灾戒里面有五戒 出家人的所有的戒律 都会有五戒 但五戒不是那么容易持的 我们每天在这里说 我没有杀生 我也没有邪淫 也没偷盗 也没妄语 也没饮酒 那是我们的心出 看不到 对戒律的细项 没有办法察觉 真正持好清净五戒 特别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重 把持住自己的弟子规 感应篇做起 因为它非常的细 通过这种细的这种行持 就能够收拾住我们的身心 帮助我们持好根本五戒 那么持好根本五戒呢 我们才能是真正做到 佛门当中的善男子善女人 才是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里讲的 这种善男子善女人 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的对象 极乐世界的莲花才真正地开 不是说你想它开 它就开 你跟极乐世界不相应 它是没有的 不会开的 我们发出这个愿 要实践实实在在地去行持 所以三个根的教育呢 就格外重要 这个感应篇 这已经是近于第四次讲了 但是每一次越讲 越觉得自己做得很差 根呢根本就没有扎到 所以你再去谈什么 三规五戒和菩萨戒 那确实是需要越越忏悔 都做不到 虽然戒受了 菩提心也发了 但是呢 戒律呢 是经常违犯而不自知 你说不敬师友 几乎是每次忏悔都要忏 说四中过 经常犯 自赞悔它 那是常有的事 这些呢 都是菩萨戒的内容 虽然我们距离这些 要求都那么远 但是呢 我们愿意呢 努力的每天一点点实践 努力的去接近它 总有一天呢 就会达到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 至于佛经则曰 以智慧剑 破烦恼贼 以智慧力 列烦恼网 以智慧火 烧烦恼心 地观四大本空 烦恼何处着脚 转三毒为三泄脱 回烦恼为菩提 如此则三叶清静 万得周圆 有何过恶 之可言也 那么最后这段佳言呢 引的是佛经上说 要以智慧界 破除烦恼贼 什么是真正的 剥弱智慧 其实呢 就是师父 常在经里教我们的 教我们什么呢 这个怎么做空观 假观和中观 三观都是智慧 学会三观就有了智慧 那么真正的智慧呢 就是觉悟到这些 慢慢地在这里去体会 解门上通了之后 再在行门上 一点点落实 解行相应 在生活当中呢 就会起作用 那么把这个智慧 比喻成贱 就像我们在战场上 杀敌一样 这个敌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烦恼 各种烦恼 它都是像 要来 侵害我们的贼人一样 就要拿智慧的 这把宝剑 去给他杀掉 要以智慧刀 割裂烦恼网 烦恼就像一个 无边无近的大网 罩住了我们 那么用智慧 这种宝刀 去给它破开 所以呢 我们智慧从哪里来呢 从持戒修订来 从听经文法来 从我们发大菩提心来 从我们广力众生当中来 那么如果我们不发这种大慈悲心 不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不听经文法 不明白道理 你就没有办法开显我们的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呢 都是在帮助我们开显智慧 不做一个愚痴的学佛人 做一个有智慧的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要以智慧火烧尽烦恼心 烦恼就像柴火一样 心是指这个干柴 那智慧呢 就像猛火 那一把火呢 就把这些烦恼烧光 那更仔细地观照地水火空 四大组成的色身 本来就是空五 所以烦恼根本就没有立足的地方 烦恼是空的 都是妄念 我们师父上人常讲 一弹指多少念 对吧 如果你一个个打开的话 哪有什么烦恼 都是自己的念头产生的 念头 前念去了 后念不生 念念都是在生命 所以呢 过去的就不要再追隐 未来的呢 也不要再想 当下的呢 其实已经都消灭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执着 好多同学在生活当中 念念不忘 昨天前天上个月 大上个月如何如何 自己去年做了哪些事 三年前做了什么事 这是自己呢 不明白烦恼本空的道理 过去的就放下来 真正的忏悔是什么呢 当你明白一切都是空的 没有什么可忏的 那么从今以后 后不再造 这就是真实的忏悔 以后我就不再做了 所有的恶都断除 所有的善呢 都尽力的去修 改往修来 那么过去的不要去纠结 不要念念不忘 你重复的去想 重复的去念 还是 就是一层烦恼 又套一层烦恼 拿着自己的过错呢 来这个惩罚自己 有的时候是拿别人的过错 来惩罚自己 都是往自己的这个心里头 塞垃圾 这个这些蠢事 我们就不要去做 要学会不断地放下 然后转化 贪嗔痴三毒 为三泄脱道 所谓三泄脱道 就是指空无相 无愿法门 三门 要退除烦恼 使成为菩提 所以菩提呢 就是断绝世间烦恼 成就涅槃的大智慧 像这样的作为 身口一三叶就会清静 万德就能够周备圆满 哪里还会有罪过 恶行可言呢 所以平时呢 大家要认真的听经文法 那么思维佛法的教义 然后激励自己 发大菩提心 常常念佛 常常义佛 常常想佛 不知不觉呢 你就会发现 你的脑子越来越清醒 自己的智慧 好像就提升了 对身边的执着 就放下很多 也不再那么分别了 也不太容易起烦恼了 这就是学佛有进步了 我们在佛门当中 没有考试 没有说像世间的 小学毕业也要考 中学毕业也要考 大学毕业也要考 我们都是自己考自己 自己每天早上 一睁开眼睛 一天的考试就来了 顺境考我们有没有贪恋 什么是顺境呢 这一天都是人家夸你 遇到的都是自己 心满意足的事情 听经呢 也不困了 师父讲的也听得很明白 身边的同学 各个对我孝珠迎开 自己做什么都是 很顺利 就顺境 考自己有没有贪恋 逆境呢 就是相反的 自己什么烦恼都有 贪吃贪睡 不断地发火 不断地生烦恼 考自己能不能够放下 所以无论顺境逆境 这一天的修行 自己要看自己得多少分 几米及格 是九十分还六十分 还是不及格 那么每天给自己打个分 三年五载之后 就知道自己 是从小学升到大学了 还是从小学又退回到幼儿园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在学习 那么修行呢 不单纯的是指听经文法 念佛拜禅 包括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 一切的能力 就像我跟我身边的小同学说 因为我在这两天 我教他运衣服 他不会运 这个运斗呢 我们那个是 现在是用蒸汽运斗 对吧 蒸汽运斗装上水 你要拨一下那个开关 是有中度的水蒸汽 还是强度的 对不对 他呢就是关着的 所以这个蒸汽运斗呢 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就过来问我 说这个运衣服 是不是要很有力气 就很用力 我说不用啊 因为他有水蒸汽 他在水蒸汽的这个湿度之下 是很容易运这个棉纸的衣服的 我们的衣服大概是棉纸 我就过去看 一看他压根就没开 我说你为什么没开呢 他说我的前一任 就是我的上一任的 小义工菩萨 告诉他 这个运斗不用动 就这么运 我说上一任就错了 这个要给他拨开 拨开之后水蒸汽出来 就可以运 他就很奇怪地问我 他说这个平面呢 比较好运 一马平穿 这个运斗 一下就过去了 那这个拐角处 比如说这个袖子 这个连接处 还有领子 这怎么运 不会运 我就教他 怎么是套在那个头呢 我教他一点点转运 用这个首饰 他呢又很着急拜颤 今天我这好几步颤 给自己订的定课 还没完成 我就笑了 我说呀 有时间你就拜 没时间就不拜 你学会了 运衣服就是拜颤 如果你能懂明白 这个道理 吃饭就是拜颤 学会吃饭都是拜颤 学会吃饭都是念佛 你不会吃饭就是造业 不会穿衣也是造业 佛法不离世间法 佛法他也不坏世间法 任何一个菩萨在世间 他也吃饭 他也穿衣 他也睡觉 跟我们不一样 他会吃 会穿 会做 没有一个菩萨 行走在人间 什么活都不会干的 他肯定什么都会 他视线的就如此 你看世尊当年就是如此 他有一次到这个田间 走在这个田间 那田间呢 有这个放牛的小朋友 放牛娃 这个就看见世尊 就打招呼 就问世尊 说你每天都不干 你也不懂得怎么放牛 种田 就会讲经 有什么用呢 世尊就笑了 世尊就讲了一部 放牛经 告诉他怎么放牛 怎么耕田 比他做的还要好 而且世尊还给他掩饰 这说明什么呢 包括你看这个在僧团当中 有病的比丘 世尊会去给他 来照顾他 来给他洗衣服 来给他做粥 来服侍他 有这个眼睛不好的 这个比丘 衣服破了 没有人缝 世尊过去给他缝补衣服 缝得非常的好 没有不会做的 因为这样才能得到 整个大众僧团的尊敬 如果世尊说 我除了会讲经 什么都不会做 我相信一千多个比丘 这个僧团事件 不会这样实现 所以你整个看 世尊在僧团当中的运作 他怎么作为 作为一个长者 去爱护他底下的弟子 怎么去和和僧团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省心 僧团里总是有 这个各种争纷 纠结 世尊都会 很好地去调和和安抚 去调教 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和嗔恨 不会有偏语 不会说拥护这个 说这个 都不会呢 以他的圆满的智慧 在这里去提升 所有的境界 当然他僧团中的 所有的比丘 也是佛 佛菩萨来试信 我们在这生活当中也是 你会做饭 能供养僧团 比你拜十不颤都轻 你每天拜十不颤 下了大辽 把盐当成糖 把糖当成盐 生花生 熟花生不分 菜熟不熟不知道 汤糊不糊不知道 僧团吃那饭都很糟糕 那怎么可以呢 拿了衣服 不会缝 不会补 这都是我们现实当中 我们所有义工存在的问题 我现在到我身边呢 这个很多年轻义工 几乎是有一个算一个 这些基础的都不会 所以不是说单纯的 你在那磕头就 败颤就可以了 要学会学习 你学习这些 基本的生活技能 你能照顾了自己 也能帮助别人 这就是行菩萨道 不要去忽略这些 只知道 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人家做好 我吃 人家给我一功夫 我就穿 剩下穿 丢了就丢了 破了就破了 也不去找 也不去缝 这些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要在这里 要看明白这些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看 下面一句经句 乐会之日 造神亦然 那么什么是乐会呢 就是每个月阴历的 阴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 就是乐会之日 造神就是 在我们家里的厨房的 守护厨房那个神心 我们在我们道场的大辽里 有奸灾菩萨 类似像造神的地位 比造神要高 是菩萨 那造神呢 就会将人间所为的善恶 都向天庭禀告 我们下面来看他的分析 此一节 言人之一家 动静居处 皆由鬼神见察也 越会越尽也 造神好曰私命 以其私人一家 良见之命也 愚人朝夕罪恶 无微不察 月中皱纹阴阳二景 既知黑铺 既知黑铺 乌乎 造神明察如是 执主奏告又如是 世人行事 但知取快一时 起父问 家有造神 既其过犯 每到月尽 大小节奏天曹乎 恐惧修行 一刻不敢谢意 那么这一节呢 是说在 说明人们家中 所在之处 一切的动静 情况 都有鬼神 在暗中 见察 那么造神呢 又叫做私命神 他掌管一家人的 命运的好坏 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都有供造神 每年过年 那月三十 就是送造神 然后我们在东北 那一天都会吃这个造糖 造糖就是很黏的 那时候奶奶就告诉我 说吃了造糖 把我们的嘴封上 不乱说话 以免呢 被这个造神呢 来警告 所以那造神 我们东北的天很冷 他都冻得那个硬硬的 很好吃 拿那个粘米 或者这个米糖做的 掌管一家人的命运好坏 那么对于这一家人 从早到晚所犯的罪恶 一点一滴都观察得很清楚 每到月底呢 就会将所做的阴阳之恶情况 向天朝奏报 并记录在黑铺上 呜呼 造神对人间善恶明察如此 其职责就是将事实如实呈报给上天 而世间的人行事只知道乘一时之快 哪有心思去管家里 已有造神在记录他所犯的罪过呢 每到月底 无论大小事情都向天庭奏报呢 只要自己戒慎恐惧 好好修持反省 就会一刻都不敢懈怠 我们到场呢 当然就不只是造神这么简单了 神就多了 护法神 护戒神 各种天龙护法都在这里 所以大家每天干的情况怎么样呢 也不用静于挨个膛口去检查 对吧 你自己在这里头偷懒 放逸 懈怠 懒散 有的同学偷摸跑回去 自己睡一觉 年纪小的同学不敬畏因果 不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经常做这些事情 管人家借手机来玩 我们把手机收了 但是呢 借别人的手机过来上网 这些呢都会有神灵来检查记录 当你在这个道场的福报 很快地削光之后 或者是你自己有自己的障碍 比如身体出问题 不能在这里待 或者自己的无名烦恼升起 你就不想在这里待 或者外面有很大的障缘 不让你在这里待 就待不下去了 所以在这里的每一天 是在修复还是消复 是在增上的自己提升 还是自己在这里偷懒泄度 都会有神灵勘察 委托菩萨都会尽职尽责地去做 那么我们不要 做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 掩耳盗铃是成语 大家知道吗 把自己的耳头蒙上 去偷那个铃铛 以为别人都听不到 反正铃铃铛响了 自己是没听到 以为别人也没听到 我们做坏事 做恶事也是 以为旁边也没有人 别人都不晓得 殊不知 实目所指 实手 实目所示 到处都有鬼神 不仅鬼神 龙天护法更多 层层叠叠 我们看不到 不意味着没有 就像我们 平时你看不到风 那你能说没有风吗 我们平时的肉眼 也看不到紫外线 你能说没有紫外线吗 我们没有看到鬼神 你能说没有鬼神存在吗 我们看不到龙天护法 你说能没有龙天护法吗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管理道场 就是把这个重要的职责呀 交给龙天护法去执行 自己呢 首先好好做 从自己做起 我们各个小组长都该如此 你教导他不听 那就不用去那么费心的 特别的纠结的 去执着他一定如何 那就随顺了 那你就愿意怎么做 怎么做 因为你再说下去 就会结怨了 就不要太强烈地说 你就交给龙天护法 去处理就好了 这是在我们 能看得见的范围之内 看不见 至于他背后怎么灌 怎么做 我们也不要太纠结 那如果别人来跟你告状 说某某人背后怎么样 我们也不用去偏听偏信 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假的 反正呢 就是尽量地劝一劝 都不要在这里太执着 因为在道场当中 做事是很不容易的 自己呢 是这个姻缘 说书胜也书胜 但是自己每天呢 都是成惶成恐 我呢 其实从学佛以来 我三十岁学佛 今年四十五岁 是这个 以前是最怕进道场的 因为自己胆子 没那么大 我是觉得到道场当中 因果背得很大 所以从来不跑道场 从来不参加任何法会 我在四十岁 做定格书助理之前 没跑过任何一个道场 就是我们移民香港之前 我在大连 大连有一个 旅舍那块有个小庙 那个寺院很美 是叫北普陀 那么我呢 是以前每年都去普陀山 去拜观世音菩萨 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去的道场寺院 就是普陀山 特别喜欢普陀山 所以几乎是每两年 就去一趟普陀山 去拜一下 别的寺院我都没有去过 然后当时有北普陀之后 在我们大连附近 我偶尔就过去 那么这是我唯一去的 但是也不常去 所以其他的 我们境中的道场 那这我都不了解 从四十岁之后 开始做义工 就接触比较多了 但是绝院寺呢 也是我生平第一个 入住的道场 我之前是没有在 任何寺院挂过单 做过义工的 都没有 就是可能有 参观旅游 看一眼就走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 既然发了这个心 有这个缘 大家呢 一定要谨小慎微 以这种 百分之百的 这种成静心 认真的去做 如果不懂 可以学 但是不能放任 自己无知的造业 那么接下来 讲的是一个公案 我们来看一眼 准俊一世 九醉细家中一臂 臂颇之耻 故聚得托 时政乐会 碎智四更 七乎叫醒云 事件一新 灌造福神 乘马奔行 随带有文铺 向我指化而去 不知何说 神微赫赫 不觉惊醒 世人毛骨悚然 不敢明言 但云定是造神 无一意 后将此必配人 因向父言曰 如西梦造神 向如指示者 由我西曾 细此弊 利据得免 不义夜间 极有此景 想事虽未行 此心已期 故为私命所录尔 向不言者 恐辱见仪 难为此弊 今明言者 依以表此弊之操 依以张我之过也 那么这里讲的是 准郡县 当时有一个读书人 喝醉酒之后呢 调戏家中的婢女 而这个婢女呢 颇知到羞耻 极力抗拒 才得逃脱 当时正是阴历月底 就是月会之日 那么读书人 睡到四更的时候 妻子忽然叫醒她说 我刚才呀 见到一位新神 穿戴就像赵神的模样 骑着快马在奔行 随身还带着一个祭司铺 向我比伙之后就离去了 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只觉得她神微赫赫 我就不知不觉地 惊醒过来了 那读书人听了 顿时全身毛骨悚然 但也不敢明说 只是回答道 这一定是赵神没错 后来就将婢女许配他人 这才向妻子说道 你从前梦到赵神 对你有所指示 是因为呢 我曾经调戏家里的这个婢女 她坚决抵抗 才免于受电辱 没想到当天夜里 赵神就有这种警告 想来这件事情 虽然还没有做成 但心中已有了欺人之念 所以才被赵神记录下来 以前我不敢说 怕你怀疑而为难婢女 如今向你明说 一来表彰这位婢女的节操 二来为了发露我的过恶 那么这种感应的事情呢 实际上是很多的 美人的家里都会有 我们如果这个没有感应 那可能是自己业障太重 那不献钱 那么家里都有各种神仙 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 三十岁刚学佛 那这儿呢就是孩子小 学佛两年之后 我那个大儿子 现在他已经十五岁了 那这儿他有两岁不三岁 刚会说话 有一天晚上他起来 起来这个喝奶 他就喊我 就只有我们俩 他妈妈那块站着一个人 我就吓了一跳 我就抱着他 我说长什么样啊 他就说什么什么样 我想可能是我们家的护法神 因为我公公婆婆 家里一直供着护法神 我嫁到她家 婆婆就有跟我讲 我学佛之后也是有供 然后我就跟那个 我这大儿子说 我说你问他 是不是护法神呢 如果是护法神别吓我 让他赶紧出去 我说半夜我胆小 然后那个我那大宝呢 就奶生奶气地跟他说 然后沟通之后 我就问他 我说还有吗 我妈妈他走了 因为那这儿孩子也小 自己刚学佛 感应特别多 什么感应都有 但是种种感应呢 都是让自己信这个佛所言 是真实不虚的 因为自己呢 是知识分子 其实是不相信什么鬼神啊 因果 以前就光学知识 大学研究生一路学过了 那么佛菩萨以这种方式实现 自己后来就是真实的相信 确实是有 鬼神是有 佛菩萨更有 那么心灵呢 跟这个外物都是感应到交的 你自己心里想什么 外面就会现什么 天天想佛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见佛 那如果我们心里想的是不好的 那境界现前呢 当然也不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还没有讲完 我们在明天进入夜市去广州 到广州我们会有两堂课的感应片 大家到时候听直播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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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